有十万人一百万人用 我们就觉得很多了 这是第一次公民科技 它有类似公共工程 这样子就是上千万人用 所以这对所有参与者来讲 他们的社会责任就变得很大 好比上说一个栏位写错 就有可能导致那个钥匙 有接不完的电话 或者是说有钥匙开始发号码牌 那发号码牌时间跟领口罩是两个时间 如果你在同一个栏位去显示 它的营业时间的话 也会造成钥匙的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收获 就是说大家都了解到说 我们不能够只靠一个演算法就走天下 我们一开始觉得口罩会帮忙 但是事实上对很多钥匙员 它造成钥匙额外的麻烦 那投钥地图像江明宗这位作者 他就有让钥匙自己填报 他的回馈的这个表单 所以我们一下就收到很多钥匙的建议 那所以包含之后他的营业时间 发号码牌的规则的备注栏 或甚至按一个键 他发号码牌 就从口罩地图上消失 这些都是钥匙共同创造出来的 这样子一套新的规则 所以我想规则的更新 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不只是那些去买口罩排队的朋友 可以透过我们叫参与事件证的这个方法 他拿了三片 他稍微刷新一下地图 就看到库存少三片 如果多三片 他就打给1922了 或者就一罢了 那所以就是说 大家确实是彼此互相信任 然后彼此互相体谅 但是如果有一些我们反而造成这样麻烦的 我们也非常快速修改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主要学习到的事情 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防疫期间 包括那个邮轮入境 还有廉价期间的那些简讯 这些就源源不绝 让我们觉得说 很厉害 源源不绝的一些点子 那在你们这边是如何讨论 并且就是真的把它实作出来 那目前是不是都已经有开放给各国 就是想要取用的都可以取用 对其实像口罩地图现在南韩这个也在使用 而且就是江明松去一大堆三角形的那个版本 他完全不会韩文 但是就是韩国人拿着台湾的例子 告诉他们政府说 你就是要及时的释出 不能每天结束再释出 你每天结束再释出的话 谁都不相信彼此 但是如果你每30秒更新的话 大家都可以亲手去验证 那因为韩国看到台湾有成功的例子 所以他们也同意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完全一样的城市 也是做过韩国的hacker吗 就是韩国在用 对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它不是靠外交关系 不是两国外交关系 跟一个什么双边协定啊 技术援助什么农改什么 那当然也是就是有它的价值 但是这种社会创生 就好比像说东京都去找他们的Code for Japan 也是一个类似我们G0V的社群 去做一个一目了然的 就是现况的仪标版 那他们做出来之后 因为也是开放元嘛 那所以就很多G0V的朋友 帮忙翻译成我们这边的中文 那我就发现说 它里面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到 就是从就是和字和字的体嘛 变成我们这边的体嘛 那所以我就改一个字 那改一个字之后 他们Code for Japan的那一位发起人 就注意到 他就在推特上面推 那他一推这个市议员就注意到 就转推 那市议员既然推了 那东京都知识就注意到 就会再转推 那所以同样的 虽然这个我贡献跟最后收到这个获益的 都是看起来像官员 但事实上是我以一个一般的公民的身份 去做出这样子一个修正 所以这个就可以让外交的关系 不是好像国家对国家 而是从一个传染发生的地方 跟另外一个传染发生的地方的公民 一起来协同合作 那这种例子其实已经传到很多地方 那像你刚刚讲到的 就是比较是接触者追踪的这些技术 那像ALM就是人工知识实验室 也有做一个就是基本的 就是以蓝牙为基础的 就是自己的碰到哪些人 那些人如果感染的话 可以通知等等那个平台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社区传播阶段 所以在台湾可能比较用不到 那但是像英国的朋友就很有兴趣 然后就可以开始直接取用 他们的设计跟城市码一起做 所以可以说是台湾做了很多超前部署 有些太超前了 所以反而用不到 因为是开放的 所以别的地方都可以用 那到就是我们台湾后来发展到 就是蛮稳定的状况之后 大家就开始 就是重视这个口号叫做 《台湾开号》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大概两年前我们看到你的时候 你的这个名片就已经解决了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想请你谈谈 就是很多大众以为是 现在才冒出来的东西 其实你已经默默地做了两年 包括联合国和快选那些 我觉得铺梗铺了很久 那你自己到现在有没有一种 就是终于这样子熬出头了 然后终于这个想法终于被大家所知道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过程 不过我比较在意的还是说 我们对这个全球一起来解决 共同问题的这个气氛啊 那现在当然我是觉得很振奋 因为以前像气候变迁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结构太复杂 那每一个国家按照它的面积大小 受到影响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大家没有办法集思广益来解决同一个问题 会有一种就是好像我们在努力好像也就是只能做一点点改变的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因为每一个就是爆发肺炎疫情的地方 离另外一个爆发点的大概都不是你的前两个月就是你的后两个月的状况 所以就大家那个时间尺度一样 所以大家就会像台媒防疫内科松 这种点子一出来 一下就非常多人响应 那而且做出来的点子真的可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不会像以前那种麻痹的经验 觉得我好像鱼公一山一样做了那么多 对我们去发展目标只贡献一点点 现在大家就会觉得是说 我就还解决不了我这边的问题 因为我这边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也解决了别人的问题 那这样子一种成功经验一旦累积之后 我们再去解决真正的别的跨国的更大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连带关系 我们彼此信任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所以等于是说大家一起合理解决一个问题之后 彼此这种跨国的信任就更多了 所以不只是台湾can't help 我觉得现在有个感觉是台湾is helping 台湾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已经正在帮忙 而且就会这个声势就会越来越长 是真的 那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的形象 就是公众形象其实一直在转变 包括从刚入阁 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你 所以可能会批评种种 对 那还有包括你那时候提倡说在家工作 那其实呢 远据工作 对 那现在看起来就再自然不过的事 可是当时是都是被批评的嘛 那你自己 那现在又变成被吹捧 吹捧到国外去 大家都说好棒棒这样 那你自己怎么看 主要是日本 等一下会问到 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转变 就是你的心情感受 先谈你的心情 当然一方面我是觉得像远居工作 这个题目 其实大家会反对远居工作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有些人他有过远居工作的经验 那那个时候不管是因为平宽很糟糕 或者是视讯设备还不够好 所以他有一些不好的经验 就像刚刚讲那种麻痹的经验 所以他才觉得说 这个见面三分情啊 远居端送订倒扣一分情啊 等等的情况 就因为如果你声音就是一直会有很多杂音或回音 那这个还会抽格 那说真的还不如打电话 对那所以很多人是以过去的这种负面的经验来论断远居工作 那当然我就尽可能解释说 没有其实我们现在是宽品人权嘛 你在台湾的任何角落 大概都可以有一定的10Mbps等等的网速 所以这些就是过去的概念 说不定可以稍微清一清嘛 脑里的快取 可是如果他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他根本不会想要再去试一次 所以就也不会清掉脑里的快取 那他就一直都会觉得就是比较反对 那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如果他本来要办国际研讨会 本来他的国际的朋友要来都来不了了 所以他不得不试试看 那现在的视频是怎样 他发现说在2020年真的状况不一样 你只要打开浏览器 登陆一个网站 你也不用安装软体 你也不用做很多设定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彼此的脸 而且还蛮清楚的 那这个时候他才会比较愿意去清除一些脑里的感觉 所以对我来讲 我的个人感受就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实际在的情况 而不是印象中停在的五年前的十年前 那种比较不好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很开心 很欣慰 那面对就是网友们 现在就大家就一面倒了 每个人都很爱你 然后把你的形象再制成什么卡通 或者一些卡通人物 或者二创三创 就是这一波一波 你自己喜不喜欢这样子的被再创造 对我觉得作为素材当然是蛮不错的 而且从日本网友的角度 其实日本的年轻人对于政治参与 一向是他那个就是挫折感 有时候比台湾这边重很多 因为他们觉得说就是政治 老人政治 很难去做一些具体的改变 那当然近来因为有些社会议题的倡议等等 多少有一些活动 但是我觉得我对日本的网友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像素材一样的存在 就他只要就是打出探控的名号 他就可以试着去刺激或者激励 他们的政治人物 那这个跟我实际怎么样其实已经毫无关系 他已经接近一个动漫角色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我是觉得他就是素材 是一个作品 跟我本人的关系并不大 那但是反正没有关系 因为我的名字也已经变动词了 大家随便用 所以你自己出现很多卡通的分身 或者是哪里你都觉得没关系 或者是乐见其成吧 对因为对我来讲其实那也不是我的作品 那是摄影师的作品 或者是画画的人的作品 或者是甚至做折纸的人的作品 对 只是灌了你的名字 用了你的外在形象 对对对对 我记得有一个作别真的 来问我说这个要肖像权 我说那是一支海报 为什么你要跟我肖像权 海报那一波真的超可爱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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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就说我也不确定这个我需要给你肖像权 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他说因为还是会用到你的名字 所以还是希望你同意 那我就说那我当然同意 那所以他就去做了 那后来那个应该是巧慧委员 就问我说为什么你的先出 为什么这个院长的后出 我们明明也同意 我就因为我没有想都不想 我就同意了 你们还想了几天 所以就比较晚的置办 那你自己看也觉得可爱吗 那个海报版 其实真的蛮可爱 还有失踪好像也有嘛 有有有 好几个人都有版本 好OK那我们还要谈到一个 就是前一阵子了 对因为你要爆红的这个番茄中 跟番茄酱管理法 对那后来就很多讨论 大家都认为说那个天才 天才才有办法把时间管理得这么好 那你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想请你谈一谈你现在的作息 因为感觉上你都没在睡觉 常常都在回答留言 你工作跟睡觉成什么区分 你如何抒压 还有针对平凡人的那个就是想望 你有什么话想跟平凡人说一说 OK我们是一个一个来吗 对对对 你也许问了很多 对对对对 时间管理好 你什么时候睡觉 OK我现在大概就是晚上十点睡觉 真的吗 但是如果想到什么灵感 半夜一点就趴起来 然后赶快把它这个写出来寄出去 然后再继续睡 你是可以回去再继续睡 对还可以继续睡 那醒来大概就是八点 七点多八点 自己的睡眠不足的状况吗 自己觉得 最近都没有了 最近都没有 就是你刚刚讲就是口温地图刚上线的那几天 有悲征用的情况 但是现在是同样 现在就是又恢复正常 回到正常的作息 那你怎么抒压呢 从你上次跟我们讲的方法 到现在你现在已经入阁了 你有什么新的抒压方法吗 那还是一样啊 就是之前讲的就是冥想啊 什么看星星啊 这个听音乐啊 对啊 之类啊 现在还是都一样 其实还是一样 就是你下班之后的时间 你自己是做个区分 就是做那些休闲来抒压 对 但是事实上就是因为现在网友 就常常会召唤嘛等等 对 所以就是跟网友互动的时间 比以前还多一点点 你入阁以来 你觉得你在花在跟网友互动的时间 那是只要人家一tag 你就马上发现吗 我一定会看到 已经会看到 就是半小时之内会看到 看到我不一定会回 因为有时候我没有什么贡献 那这样我就不会理他 就当作没这件事 但是你只要看到 又觉得你该回的时候 所以我有所贡献 然后我就会回 那你会花整个晚上时间 在做这些事吗 不会 不会 对 大概 翻学中就是拿5分钟 那个空档在做 所以大概就拿3个空档左右 所以一天大概就15分钟 15分钟对不起 15分钟看 有没有人tag 对 就快速看然后回啊 然后被你就是 征服 对对对 然后网友就开心了 就说我调出唐峰 对对对 有些人就是 好比像说前两天 就是有一个实验合唱团的朋友 那他就是在总统就职典礼的 应该是二楼唱歌 对 那他有注意到我有跟着唱 然后他就很高兴 然后就在他联署上面说有跟着唱 那希望能够召唐峰 那我就赶快有研究说这个很棒 对 我有跟着唱 然后他就马上说那个微强的朋友 然后我就加了朋友 但是从头到尾 他还有没有话找过一个主 哦 那你没有抗拒跟不认识的人交朋友 对不对 我没有见过面 哦 你有见过面 对 他唱歌的时候 我不在头下 可是 只是在同一个空间里而已啊 没有见过面啊 因为他有注意到 我在跟着唱表示他有在看 所以广义的出来 其实你们有见面 有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过吗 这样的其实你不会抗拒 对不对 当然不会抗拒 那跟凡人说 因为凡人都觉得说 哎 我们只能用番茄酱 就是时间到我们挤挤挤挤挤挤 我们没办法规划那么好 你觉得这个事情 到底一般凡人能不能做到 其实最主要还是说 你要懂得拒绝吗 懂得去说 就是 就是某一件事情 我就是觉得说 我现在在做 我自己已经排定的工作 那在中间 大部分会变成番茄酱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今天排定要做这些事 那临时插入这些事情来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是说 一定要赶在 就是一定得交往前一秒 才能够做出来 那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在一开始 就是这样 就是插入这个新的公司的时候 你可以说没有充满天才能做 那就是扬成长这个的习惯 那这个其实也 就是在 特别像说 用即时通讯园体 就是所谓被追杀的状况 那其实有时候 就是你如果当下就想回 你就很难去拒绝它 因为对方还在一面想一面打字 所以你如果想要拒绝它 总是可以再想出更好的 我来说服你 不能拒绝 但因为你如果用番茄酱 那有额外的好处 就是它得等 平均要等12.5分钟 你才会看到它的运行 对 那所以这样的话 你回的时候 它已经想完了 事实上它已经去买买别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拒绝就比较容易 所以你现在教我们说 不要马上回 对 对 不要一直被它打断 对 对 就是为什么我就是 email是看到了就回 因为你已经想清楚了一阵风 对 但如果你还一面再打字 那我就让你打完 而且你已经去买别的了 然后再回 就是这对你的时间管理上 不会你花很多时间 一直在跟人家讨论讨论 因为这样子我说 明天才有空 我就讲得很自然 但如果你还一面 很专注的在打字 那这样我说明天才有空 那对方一定就说 拜托嘛 等等等等 那这样我就要浪费 额外的时间来拒绝它 那它就要浪费额外的时间来说服我 对 那我想问你 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其实一直在做一个教育的事情 就是包括从 之前你在参与课纲 那当然是针对小朋友的教育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你也是 对整个社会在做这教育 也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些 所有的事情 就是一些观念的翻转 那你是怎么 就是 你是如何做到就是 又不会让人家讨厌 因为我现在如果说 唐凤在教育全部的 那个儿童跟成人 那一定大家就觉得很讨厌 我为什么要被你教育 我没有要教育 可是我觉得你就在做这件事情 你是怎么做到 就是说又把一些观念交给大家 可是又不会说教和讨人厌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其实是自己有好奇心 我想要搞懂一件事情 那我搞懂的过程里面 当然我会写下一些心得啊等等 那所以大家如果发现说 这个用唐凤的这个心得来理解 比较好理解 那这样的话 大家当然就会觉得说 这个毛色顿可以学到东西 但那个是因为 他的好奇心 跟我好奇心 一开始已经是网合了 他如果对这件事情不好奇 那愿者上钩嘛 他也不会来看我的录影啊 他也不会来就是 看我的迷因啊 或耿图啊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他自然不会觉得 好像我硬要去教育他 我觉得会被觉得是灌输 是因为你跑不掉 你已经人在那个课堂里了 你就得听 对 那但是在网路上面 任何人一按键就转台了 所以你会停下来 就表示你的好奇心 跟我的好奇心 本来就是对齐的 所以就不会那种抗拒的感觉 所以你其实接下来 还会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 他不是在教育大众 可是其实本来 因为是我自己在学习 那我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当然会累积一些笔记 就写了 然后就分享给大家 那要学的人就来学 对对对 OK 好 那接下来跟教育有关的 就是线上学习嘛 包括我们这一期 对对对 那可是我们大家常常在想说 例如自主学习这件事 就今年很厚 我们等一下看 能不能全部跟他合照一张 OK好 那其实对于学习动机已经低落 普遍低落的一般学童 甚至是老师 也不想学习新事物 这些人就给他们什么建议 因为以你是资深自学生的经验 来谈谈就是自主学习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教 如何教 对对 其实我们课纲里面 甚至还有自主学习专用的时段 那但是这些 对很多老师来讲很困扰 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做 才是对的 那所以其实 其实这有点像是 第一学习阶段里面的生活课程 他的标准答案就是老师什么都不用做才是对的 老师的时间应该是花在观察学生 然后看学生对什么东西露出一点点兴趣 然后试着去不要压抑他的这个兴趣 而是帮他找到有趣的东西 让他看到说 那你这一点兴趣可以放大变成整个社会都可以参与的事情等等 那好比像说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珍珠奶茶外带都不能用塑胶习惯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16岁的高中生嘛 到我们的连署平台上面来提案 说要逐渐进行我们自信的参居 是因为这样子呀 那环保水本来就有这个推动的方案 可是为什么能够加速然后达到一个社会共识 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支什么海龟吸管什么东西的照片 对对对对那 然后所以他一下就动人到五千人 就拔到那个门槛 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提案人他叫我爱大象大象爱我 那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背景 你只知道他一下就号召很多人 所以我们都以为是环团的大佬啊等等 那但是我们协作会一面对面才发现 16岁一个高中生 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你要提这个案 他说这是我们公民特作业 好感人哦 就他们的公民老师就采取我刚刚讲的这个态度 就是说他没有叫他去做什么对公共有利益的事情 但是他就说有这个平台 上面有很多有些有人想应有些没人想应 那大家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去找 你觉得别人会想应的题目来做 那像这位朋友叫王宣如 他就认识一个社团叫不素只可塑胶的素 对那所以在里面他就找到很多梗图啊等等 去去宣扬他的理念 那所以这个就很有效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自主学习 他是因为一个他自己的兴趣 然后老师的目的只是把他介绍到一个能够扩大 他所接触到的人的社群 像刚刚那位高中文明老师 那这个就非常可行 但是如果老师是自己有一个预设的解决方案 然后一定要学生买单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只是就是压缩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空间而已 嗯嗯嗯 就这样有回答可以教跟如何教吗 对啊 可以教可以教就是不要讲太多 可以教但是不要给他答案 相反的把他的问题引发到一个更大的场域 大概在解决共同问题的地方去 嗯嗯嗯 好 那接下来也提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都看到日本的很多影片 他们都说非常渴望啊能够借用你一下 借用一个礼拜也好 那就是素材库啦 素材库 你自己变成素材库 对对对对 天才大臣IT天才IT大臣 然后大家都很赞叹 嗯嗯 那你自己觉得你和一般我们所认知的公职人员 最大不同在哪里 你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啊 应该有遇到一些困难 你怎么化解 真的吗 就是他们的年纪偏大 或者他们观念比较僵化 那你 这是他们又有在讨论年纪的问题 就是你应该最年轻的吧 其他都是 六七十岁对 那等一下先谈你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那你跟他们沟通是用什么方法沟通 然后最后是你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台湾的这个环境呢 造就了一个各国所羡慕的现代人员 第一个是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我反而觉得说我跟那个天才IT大臣的形象才真的不同吧 哪有不同 我们是有直接民权精神的共和国啊 所以我叫委员啊 那大臣是君主立宪 哦日本的 制度政体才有的讲法啊 对不对 我们没有什么君君臣臣这种东西啊 对那同样的我是数位政委 我做的是应用层 就是怎么样透过数位的方法 来让人跟人之间能够达到自发互动共好 等等的自动好的愿景啊 那但是IT是它底层的技术 数位是它应用的方法 跟它营造的空间 所以我也不是做IT的 我并不是IT政委 对那所以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IT大臣跟数位政委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设 完全不同的人物设定 对那但是因为他们有素材库嘛 我也同意AirTron 所以他们就随便去用啊 对所以这个是要核心蓄名 那然后那在我自己跟台湾这边的公务人员 我想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很斜杠 就是我前两天才在跟一个就是刚刚卸任的 他当时是他最后一天的那个远转的一个委员 在讨论 那我就跟他 已经卸任的 对对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一面当政委 我一面还在创业 那我在好几个国际的非营利组织 三个担任理事 那而且其中有一个还是跟叫Vitalik Buterin 就是以太坊的发明人 就是专门印钞票的那位朋友 就是一起创业 那他就很惊讶 他说这不是违法的吗 我刚才想问了 这样到底还是国外都没关系 没有事实上国内才没关系 国外我们还请全讯顾特别给了一个函事 那他有三个要件 一个是说我不能领钱 这必须是无几次 那第二个他必须是非营利为目的 就是他也不是就是营利用的 那第三个是要院长批准说 这跟我的正职工作是相符合的 而不是好像我这个做这个 就会从我的正职工作里面分时间过去 它变成我正职的一部分 简单来讲 对 那所以我三个理事都是院长这样子批准的 那所以在这个在公务员服务法的传统上面 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对 那所以事实上我也是很感谢 就是全聚顾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函事 这不是只有政务馆可以 任何层级的公务员都可以 就是我是最继承公务员 我要做这种非营利的创业 你的长官只要觉得说 你在你的非营利组织担任理事 对你的工作没有妨害 反而有帮助 而且你没领钱 那个组织也不是营利的 这样就可以 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不同 因为以前很少有这种文化的 嗯 不是大家看到什么年纪的不同 或者懂得这个科技的诚实 写杠 就是一面当政委一面创业 对 这真的可以写啊 可以啊 这听起来怎么会被人家攻击的感觉 不会啊 还好 但是我们要结束家里说明 就刚刚 结束家里说明 事实上我有一篇这个上周的专栏 就专门在讲这个 自己已经讲过了就对了 而且上周专栏那件事本身 也有被提出来问过 对 因为有搞费 对 因为一个 对 我没有领搞费 对 但完全是我先用CC秀权公布在网路上 上周再看灯 顺序是这样 对 你是公布个人的脸书 就我们的部落格 我们的网站 所以反正总有一支在你自己个人的 对 他只是看载 但事实上任何一家都可以看载 就很像转载 我们家也可以 对对对对 所以你用的方法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这是 就是有很多的当时的挑战 尤其因为就是我们校长 管校长有这个 我刚才正想说管校长很想听忠信 对对对对 那所以就是这两个有被很具体的提出来 比较过 比较过 那所以全序部也因此做了很明确的函事了 所以其实你这件事情又创下一个新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公务文化的创新 对对 你不是不能做 但是做这个要有规矩 规矩是一二三这样 是 对 所以其实这就可以决定 因为我觉得你在公务文化创新已经太多了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你自己是巡回全省 然后来把当地的画面带回来 其实这件事情过去都没有工作人做过 所以已经太多 但这一个是一个具体 我觉得这是新的 这是可以写的 对这是别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好 那讲一下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因为像日本人就很感慨说他们的环境都没有办法塑造出这样的你 台湾可以 那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就是你这样回首啊 是怎么样的台湾的政治啊 经济啊各方面的环境 怎么样塑造出现在的你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有全球资讯网了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用一种开放式创新的方式 在帮各个候选人这个助选啊 或者是分享他们的资讯啊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对我们来讲就是总统直选这件事情 它也是网络的一个应用 因为我们并不存在说有全球资讯网以前的总统直选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从一开始网络网路跟这种民主就是在一起 而且在那一阵子这个宪法就已经改了好几次 好像五次还是六次 有一次改还不算等等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就发现说连法制系统也是一个科技 你也可以改 它也是一种技术 你也可以做调整 它是民主社会的规则 就像网站的翻新一样 你也可以1.0 2.3.0 对也可以去更新它 那所以这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如果你在一个比较老牌的民主国家 你已经有两三百年的传统 那这个时候你说我打掉重链子 怎么可能 对那但是在台湾大家就是觉得说 没有啊如果你宪法哪里写错了 好比像说把20岁写在里面 这就搞错了 那这样子我们还是应该要来改它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一个 就是民主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中的一个社会技术 这个是我这样子的思路 比较容易跟我们入工部门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民主国家 就是这样 不是那种 什么英国日本那种就是百年的国家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在滚动中修正 对对对对 就是造就了 等于这一代做网路技术跟设计的人 也是同一代真的就是在解研之后 能够去做民主创新的人 所以不会变成好像是两股不同的力量 而是说是同一群人 刚好是同一批人 对 就是这样的环境你觉得造就有新的一样 好 这问题就要打分数了 我不知道你是打不打分数 一百分 关门 他也录起来 你可以自己跟团队打几分 没有 刚会开玩笑怎么会拿来当花絮 对 我对自己来讲 我觉得我有持守住 就是我当时入格的一些条件 好比像说就是我主持的都公开 等一下我站起来他眼神会不会太高 如果我是要断站起来 你是坐后面 因为我觉得后面远就变我讲话 我讲话很费力 对 那你们就还是我坐着好的 不要不论站起来 来继续 对 就好比像说从来好 先从我个人讲起 因为我加入内阁有一些条件 有三个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就是远距的工作 然后就是我不下命令也不接受命令 以及我主持的一切都公开给大家看 那这三个我觉得经过这就是整个第一任大概三年多的这个历练 我们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分寸很多都更熟练 但是这三个其实并没有真正被影响到 对 所以 没有被影响到 没有被影响到 就是我继续我继续维持着 我继续持守着 这样子的基本的价值 对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可以说是没有扣到分 就是还是保持着一个就是加龄的状态 对 那这是这是我的部分 就是说没有扣到分 还是在基础原则上面还是保持着加龄 这是非常好的 那在团队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我们团队每一个都是来自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部会等等 那而且这个团队也变得很快 就是任何时候有一个新的某个部会的业务 那个部会的朋友可能就直接戒掉过来 所以我们一直都有新的成员 甚至我们再过一两个礼拜 我们就会有三十位新的成员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会有实习生 会进来 对 所以就在暑假的那一段时间 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突然间变成多三十个人 就是把这些人交加在一起有三十个人 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人大概二十出头 对 但是在家见习生的话就再加三十 见习生有三十个人 每年都有三十个人 大半放在哪里 大部分是在社创 社会创新时间中心 对 那所以就是这个团队也是非常 不管大小人数价值等等 都变化得很快 那我的HR就是招募的原则 大概就两个嘛 一个是说 他每个团队成员进来的时候 必须带一个现有的成员 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一个角度会驾机 那第二个是说 他当然还是可以照顾他自己的部会的那个价值 跟他要做他的专案等等 但是他愿意分享出来的部分 至少要跟他就是吸收回去的要一样多了 就是师跟兽要至少要平衡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也有持守住 所以我觉得团队也有加龄的这个分数 这个实习生是别的部会派来的 没有没有任何人 大学生也 通常是研究生 我们这两年主要是研究生 已经有两年了 就是只要是想要的 已经四年了 已经四年了 前两年也有一些大学生 后两年主要是研究生 几乎是从你入阁以来就有这样的制度 那他们没有限制说要政治系或要什么 都没有 都没有 他就是研究生 然后他就提出申请 可以来跟着你一起工作 对 那而且他可以挑他最看不顺眼的一个公共服务 然后把它改成很好用 他比方说去年的作品就包含一战式的登山 那或者是报税的那个整个流程的体验的就是改进 那还有其实去年有一个很红的就是NCC去检举特定节目的那个界面很难用 那是就是比较特殊的正式情况才有的 对 之类的 就是说我们会按照学生的兴趣 让他挑就是政府这边愿意改变的数位服务 那还有故宫 故宫也是其中一组 那故宫也是很重要 因为像那个票券的革新 其实故宫本来就已经有电子票证的这种系统 但是第一个是说主要是给外国人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之前都观察到说 有些长辈他还是宁可用资本的票券 而且去排队 那但是你是说因为他们喜欢排队吗 不是 我们后来透过访谈 就是这些学生们也了解到说 其实长辈要的是能够带回家去的某个东西 他要夹在他日子里或者跟他的家人分享 那一旦你有这个洞见之后就很容易了 你可以刷去RCO进场 进场之后再换一张很漂亮的甚至烫金的收剧 没有人说收剧只能用感热指引 那这样你就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很多这种很细微的服务设计 就是靠这些大概都是就是 研一研二为主的这些进行程来达成 那你收这些每年收这些学生 你觉得最主要的目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就像你刚刚提到 就是他回到他原本的大部分 你大概谈一谈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麻烦 因为像我们公司大爷讨厌带实习生 蛮麻烦的 那你为什么愿意去 在你这么忙的业务上 还愿意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大概两件事 一个是说 因为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收到年轻人 对政府服务不好用的抱怨 抱怨 不是说我不收他当实习生 我就不收到这些抱怨 所以我们就是说 你要嘛是会炒的要给他糖吃 这个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做这件事 那因为大家会抱怨真的太多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会炒的来炒糖吃 就进厨房一起炒 就从头部变火部 那他一旦进来之后 他的立场就转变了 反而他要去体会 这个公务人员的困扰 那跨部会的整合很困难 他还要帮忙去想 创新的解决方案 至少花两个月嘛 这是设身处题的想 那第一个他很可能本来不知道 有这些公务服务的存在 也不知道说原来这些东西 好像那个宝藏一样 藏在他很难搜寻 请找到的地方 所以他也会开始对公务服务 有更多的想象 那这样子的话 对公务人员来讲 这些年轻人就不是 只是来炒的 他是有点像带着礼物来 因为他告诉他 到底可以变得怎么样更好 所以他也比较愿意去听年轻人 去指引新的方向 因为他不是只批评而已嘛 所以这对于就是 政府去信任青年 那青年也愿意来带领 政府的方向 我觉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贡献 就是为什么我们花很多力气 每年都做这个 那大概都有多少人来申请 今年一百四十几个 那最后还是只做许三十 许三十 对那所以 我们现在也有在想 因为今年真的 来的人数比往年都多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 就是因为你吧 我也不确定 可能因为拍的那个招募影片 拍的很好的关系 对啊 对啊 或者是去年的一些作品 真的现在大家 不管登山还是报税 真的很有感 这也是有可能 那所以 我们现在也有在想说 也许这些 数位青年服务等等 也许不是只是在 就是中央机关的 数位服务上 也许也可以去帮忙 就是一些地方的朋友们 去做数位服务的规划 和转型等等 那当然这个就 我觉得比较需要 跨部会的协调 不是只有我们 跟国发会 跟青年处 就可以解决的 这可能经济部 一些相关的部份 还要进来 所以这个也还在规划 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 志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对我们的数位服务 跟转型 一定是一件好事 真的 对 好啊 你当初同意入阁的理想 或设定的目标 你觉得达到了几分啊 对就是没有倒扣 没有倒扣 对 对对 我答案因为我并不是要 就是推进什么 我是要持守某些文化 对然后确保这个文化 能够就是慢慢有点 低血穿石一样 在公务文化里面 生根发芽 那里面的一些很关键的 好比像说 政府必须先相信人民 那好比像说 社会创新出现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扼杀它 而是要增伏它嘛 不要挡路嘛 等等 那这些其实透过 像总统北黑客所 像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像民生公共物物联网 现在也慢慢开始变成 公务文化的一部分 大家不会总是觉得 好像民间总是来找麻烦的 很多时候像 吴占惟啊 或者是 高雪兰姐那个 卓智元啊 来的时候公务员是真的觉得说 那它指引出一个方向 而且可以帮我们省风险 所以我是愿意把它当成伙伴 而不是当成伙机 就是不是把它当厂商嘛 对那我觉得这些都 慢慢的有再生的发芽 所以我是还蛮开心的 对我还是回应一下 你在三四年前 在我们这边受访的时候 你心里想做的都是 无法完成的事情 对啊 那现在你还有哪些 无法完成的事情 看起来其实你的业务 都经常很顺利 你觉得你还有哪些 无法完成的事情 是你想做的 对我觉得 从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是没有完成的一天 我们刚刚是说 民间有好的主意出现的时候 我们帮它征服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明天会出现什么 更好的社会上面的主意 所以按照定义 这就是一件 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还 就是在第二个任期 我觉得我还在这边 当然因为大家 就是有缴税 付货薪水之外 也是因为我还是觉得说 从台湾这一次 防疫的过程里面 我们三个层次 一个是说 大家面对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以前都是好像会彼此攻击 或者是分成 这个不同的意识形态 或者是急着去贬低 或者是去复仇 等等这些反射式的反应 那这次真的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真的腾州移民 所以大家发现说 我们如果没有照顾好一些朋友的话 其实整个社会都是会 受到连带的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比较愿意去面对一些 需要长期才能改进的结构性问题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新的社会形势 所以我比较愿意觉得说 这种情况下 社会创新的土壤又更好了 更肥沃了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不是只是面对问题而已 大家提出解法的时候 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觉得 我一定只有在同文层里面可以用 那我们透过几次 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创新 大家都发现说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解决 大家真正共同的问题 上千万人会一起用 那这个也是对提出解法的人 是非常鼓舞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第三个 就是国际对我们的这个理解 就不会只是单一的 这个比较标签式的 就是珍珠奶茶等等的这些理解 这是很棒 珍珠奶茶也是社会创新 因为他也不需要付那个就是授权费 但是就是开放式创新了 但是就是说除了珍珠奶茶之外 现在有很多国外的朋友 他会看到台湾模式里面的一两个点 甚至只是总裁 那他就会觉得说 这是我们可以用的 总裁 can help 超幽默 对总裁 can help 对那这个时候 他对台湾的理解不是抽象的理解 而是很具象的 我们这边共同面对社会问题 做出的社会创新 也解决他们社会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他们当然就会再去做二创三创 甚至叫什么IT大型什么的 但是那就是台湾提供的素材 那台湾也是 helping 我觉得这是第三个 我觉得现在在国际上面 我们做社会创新 也比以前容易的一个新的气氛 好 我再介绍还有两个要插评 我想问一下 就是台湾的实验教育 就是您其中也是其中的一员 台湾的实验教育 其实就是也是一种台湾之后 现在对 那您不断的在讲说SDGs 那所有的人就在想2030年 那现在台湾的实验教育 只到了一个阶段 对 大家也开始想说永续 对 所以SDGs这17个永续的目标 跟台湾的实验教育 你觉得这周面有什么关联 然后实验教育可以从这里面取发什么 因为SDGs其中之一是优质教育 对 那你觉得 对 其实优质教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应该是4.7 就是Global citizenship 就是作为一个全球的公民 而不只是单一的国家的公民 这样子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 我觉得在现在就不管我们是面对 就是假讯息的危机啊 或者是就是温室效应啊 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就是疫情啊 其实都是你如果不是从地球公民的角度来看 就没有办法解决 对 因为二氧化碳不会管你的国界 也不会做下一个疫谈判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实验教育更能够去让大家去想说 我们以前那种分门别类 分科设系的那种做法 也许它在跨领域 跨世代跟跨文化的协同合作上面 是不是有时候反而你过于专精一套看世界的方法 反而对于解决这种全球性解构性的问题 说不定是不利的 说不定你是先用你一知半解的情况去参与一个全球性的行动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学到不同文化不同领域不同世代 看这些事的方法说不定还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不是先自发再互动再共好 而是先共好的这个等于反过来的顺序 对那我觉得这是实验教育特别可以琢磨的一点 像之前去拜会那个蔡总统的Minerva 他们的特色就是这个 就是先无论如何先跑到一个新的城市 然后它就变成校区 那个城市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互动跟解决 那这一套就是反向的这套做法 就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就是多变的环境里面 一直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习惯 它已经变成不是他在这四年的学生 而是说他就觉得说任何新的事情一来 我们一定就是开一个线上论坛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解决 它变成一种很强的自尽性 那我觉得这个是实验教育可以琢磨的地方 对那在你刚讲到那个台湾的社会创新 那这个东西对实验教育的发展有怎么样的影响 然后实验如果现在的108课纲已经有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我们叫教育实验 就跟实验教育 就还是要实验教育 就是说实验教育之余教育实验 它其实是有点像是研究之余开发的这个精神 好比像说我们在现在的课堂里面 就还没有说如果是原住民族的朋友 那我们虽然已经说你可以用族语去上全部的课 包含什么物理啊什么之类 但是你如果说你族语完之后就直接学英语 那跳过汉语 这个仍然是课纲所不许 就是在总纲的时候那个汉语的实书是已经写进去了 对那所以你要说这个我要直接就是跳过注音符号 这只是技术性的 那这个象征性很大 因为他族语本来就是在用拉丁字母拼 所以对他来讲直接去学英语或法语或什么 说你比较准 他完全不用在脑里去适应一套新的表音方法 对那这个目前就只有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 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在辛克刚的教育实验里面 就还没有这个空间 因为被总纲所限制 那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个某种桥接的方法 就是实验教育的价值 就是说他证明说这一套也是也是通的 因为他可以接到全世界社群等等 那这一套建立起来之后 自然会有一些桥接的方法 去不管是透过专法 或者是透过对于总纲本身的一些检讨 或者是透过更充分授权科发会 去让这种新的就是以原住民族 再加上就是全校通用语 作为这个主体的教育方式 可以从实验教育这边过渡到教育实验这里 所以我觉得当然辛克刚是流性克刚 可是我刚举的这一个例子 就可以知道说它还是有些刚性的部分 并不是全流性克刚 所以它只要还有一些刚性的部分 实验教育就持续有益 我们刚刚讲到克刚 那克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是素养 那现在国际间很流行的一个教育的名词 是STEM 和STEM S-T-E-A-N 或是S-T-E-N 还有STEM D 觉得很多人会加一堆有的 对 然后在这部热潮现在也缺进台湾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 可能就只知道这五个英文字 它背后的精神可能蒙蒙董董 甚至很多家长把他认为 我就要学coding 学程式 学机器人 类似这样就是可能就是STEM 那我不曉得可以请正文 你数位你的角色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背后主要的精神是什么 以及它怎么样可以在生活中可以落下 而不是只是像台湾这样很学才艺这样子的方式 而是真的像例如说真的懂科技 科技还可以结合人文 甚至真的是跨领域 甚至是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对 其实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就是它的初衷 那我们学术上叫做实践社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 那意思就是说大家加入这个社群 并不是因为要取得学位或什么的 而说大家面临类似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想方设法来解决 那这里面当然第一件只要做的事情 就是确保说我们有共同的价值 这样子你创造东西的时候才不会彼此抵消 所以同样的这个实践社群的互动 是建立在共好的基础上面 那所以这个实践社群就可以调动科学的力量 技术的力量 工程的力量 数学的力量 以及艺术的力量 那艺术的力量放在这边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有人教 然后他被动的学习 那你就会觉得艺术跟另外四个各个不入 可是你如果把它看作是一种创作者的感觉 的话那同样是就是好比像说 你在录一段这个新媒体的影片的时候 你就需要动员Steam里面全部的技术 那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学们 他只有在你接收的时候 才看起来有学们之间的差别 当你创作的时候 你一定是输到用时随便找 就是你需要的就拿过来解决你手上的问题 那这样子才会是所谓的恰当的科技 就是说你为了解决问题 你才去运用的科技 而不是你去因为这个课本上面怎么写 所以你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去适应那个科技 那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 刚刚讲IT的那种状况 而不是数位的情况 数位的情况是你要把这些科技 都当作资源 然后来解决刚刚讲的 就是大家有共同价值的生活成为 所以宋教艾的前面前提 要大家共好或是有共同的价值 是 好 谢谢 还有那个 我可以拿 我们影音这边有几个 就是 就几个比较尖 我们等一下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希望在你的那个 披一些就是波段 我知道了 理解 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你的表情 或是有一些动作都是比较有趣 对 这个改用过 没关系 我们要这样就对 那是吗 那你就用 大概都非常简短 三句以内来回答 请 请 你真的会控制别人的脑坡吗 那个是博恩的论文 那你可以从头说 我不会控制别人吗 好 OK好 OK好 我在博恩音乐秀上面已经说过 就是控制脑坡 那个是博恩的论文 是他的专长 那并不是我的 你为什么会选择番茄中工作 当时我选择的工作法叫做Pomodoro Technique 那其实Pomodoro就是一个在厨房计时的时钟 就是任何厨房中都可以用 只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中的那个发明人 他刚好是番茄形状的 所以他就把它取名叫做番茄中而已 你对你自己智商180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是升高 就是180那个是升高不是智商 你自己被各国视为全世界都想要的天才IT大臣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所谓的IT大臣 那个只是一个素材库的人物设定而已 跟我实际的工作就是数位政委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最想对台湾国民说的话是什么 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 就是我很喜欢一个诗人叫Lena Cohen 他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证为我们可不可以 及格有点像五连拍的表情 就直接拍 直接录 就没有问题 直接录你就换表情 你Q一下 对 我自己来就好 自带继续切 一 二 三 四 好 正伟我想要问 因为你常常 我觉得你常常就是可以很很很快的转转 也就是说任何可能会让一般人发怒的这个状态 你都可以把它转成就是有力的状态 你说你到底自己曾经有发怒的状态 你会吗 没有什么信念 没有吗 很少发怒吗 对啊 就很少生气喔 对啊 真的假的 从小就没有吗 对啊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当你的部署才太好了 你就很少 你是一个不发怒的上司这样吧 对啊 而且 onun上司也不会命令他们做什么 他们本来就想做什么 所以你觉得发怒是因为你想要 用你的意志冠冠犹 对吧 发怒是想要对方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对 对 那但是因为 就除了发怒之外 也有能够强调重要性的方法 你很认真的去聆听 如果对方被你很认真的聆听一阵子 你不管讲出什么回音 对方都会觉得说这个值得认真听 因為他已經被理解了 這個是在他的脈絡裡面回應他的 所以只要你願意花時間去認真傾聽 那憤怒所達到的那個 就是設定重點議題的那個功能 其實傾聽也可以達到 我們需要在辦公室有兩個場景 然後我們可以戴外套在外面 好 謝謝 謝謝 他就這樣囉 外套 他就在外套戴著就好 謝謝 你要不要在這裡找一張 沒有 我想說先外拍